很多人呼吁给江夜拍一个前传 那如果江夜有前传 江夜世界之前都发生了哪些大事 江夜前传的内容大概率会以夫子为主线 主要讲从赌徒与浩天签下世纪大赌开始 到宁缺出生之前发生的那些大事 事件一 赌徒创建道门并留下奇卷天书 在无数万年以前 赌徒在混沌幻想浩天后 与其签下了一份世纪大赌 为了防止将来的某一天 浩天无法履行约定 赌徒创建道门 让道门门徒成为浩天在人间的宣传使者 让人类信仰浩天 同时 道门中暗中监督着浩天的状态 他为了让人类走向强大 留下了奇卷天书 让一些资质较好的人类有机会修行 也许是他看到了未来 所以在天书名字卷中留下预言 奇卷天书的终极奥义 可以让浩天失去神格 在布置好一切后 赌徒不知所踪 事件二 浩天发动永夜 不知道是因为浩天需要时不时的吃东西 还是奇卷天书导致的人间修行者们成长太快 浩天大约每隔千年就会发动一次永夜 传说永夜将士大地冰封 人类将无法生存 但真相是永夜只针对那些破五境的大修行者 从第一次永夜诞生之后 人间就有了冥王将士发动永夜的记载 事件三 九徒与屠夫 九徒与屠夫存在于数万年之前 他们二人是永夜的漏网之鱼 他们对于躲避永夜有着不可告人的方式 是世间了解永夜真相最多的人 浩天之所以没有收走他们 参策他们一来有特殊躲避的方式 其二是他们没有浩天惧怕的心境与境界 不过是两块腐肉而已 九徒与屠夫通常会隐秘在人间的某处小镇 然后开一家酒铺 一间肉铺 如果江夜有前传 江夜世界之前都发生了哪些大事 事件四 佛陀创建悬空寺 大约五千年前 佛陀入之手观观看七卷贴书 并对夜灵月线的描述做了笔记 这一切都收录在佛祖笔记当中 佛陀是一位大修行者 甚至跟九徒都有一些交集 比如九徒的无量神通 就是佛陀所受 佛陀通过因果推演 看到了夫子登天 预测到了冥王将士 认为五千年后的永夜会是有史以来最特别的一次 于是他在极西荒芜之地开辟了玄空寺 开创了天坑之下的农奴时代 并制作了无数能够镇压冥王的法器 在准备好一切后 佛陀涅槃于佛宗棋盘内 只为等到数千年后的冥王 玄空寺因为佛陀的大手笔 使其历经数次永夜仍传承不断 事件五 夫子的诞生 大约一千多年前 夫子出生在西陵神国东面 一个叫鲁国的国家 在他三十多岁时 突然对道门典籍产生了兴趣 然后开始看书修行 并加入了西陵 在西陵和另外一名道人 去知手冠偷看了七卷天书 从此境界稳步直上 事件六 魔宗的创立 同样是在一千多年前 与夫子一起偷看七卷天书的那名道人 成为西陵历史上首位光明大神官 后来再一次去荒原传道的机会 那名光明神座跑到知手冠去 把天书名字卷偷走了 并在荒原创建明宗 设立总部山门 也就是后来的魔宗山门 那位道人成为魔宗的首任宗主 这一切都源于他对天书名字卷产生了疑问 荒原在那位道人的带领下 逐渐走向强大 事件七 大唐的建立 时间也是一千多年前 夫子因为曾与那名道人 一起偷看过七卷天书 在东窗事发后 被迫离开陶山 去世间巡游 夫子想要改变世人现状 结束乱世 于是与一位理性青年 一起创建了大唐帝国 经过多年的风调雨顺 大唐国力建墙 兵甲建胜 夫子在长安城中设下精神阵 后来成为守护唐国的第一阵法 如果江业有前传 江业世界之前都发生了哪些大事 事件八 魔宗第一任宗主的谢墓 一千多年前 那名道人带领下的荒人部落 日渐强大 他们有了一统天下之心 后来他们挥军南下 遭到了唐军的狙击 夫子没办法 就去找那名道人打了一架 夫子一生打架的次数不多 但从来没有输过 此战粉碎了荒人一统天下的美梦 魔宗第一任宗主 在此战之后很快羡慕 此前他给自己留下了一座无字碑 要求碑上不留一字 是非功过 由世人评说 事件九 夫子创建书院 一千多年前 唐国渐渐的走向富强后 西陵神殿开始承认唐国的特殊性 夫子则选择在长安城南 修了间书院 这就是四大不可知之地 书院的由来 后来李姓皇帝犯糊涂 想吃夫子的肉长生 夫子一怒之下 入皇宫杀了李姓皇帝 从此 唐国每一任国君 都会先让夫子教导一番 这也是书院在大唐的地位超然的由来 事件十 夫子与浩天相看千年 一千年前 从唐国俗物中解脱出来后 夫子开始探索天道 他曾在极北黑海上造过一只巨轮 为的就是躲避永夜 后来随着夫子的实力 与境界越来越高 他对天道的规则越发好奇 渐渐地从被动躲避 变成主动探索 夫子为了知道天有多高 曾垂直向上飞了三十多年 他为了寻找冥王 去找冥界 后来他认定 既然这个世界上没有冥界 也就没有冥王 为了验证自己心中所想 夫子踏破了几百双鞋 找到了永夜的幸存者 旧徒和屠夫 但两人对天道 只字未提 事件十一 南海大神官出走 大约六百多年前 西陵神殿出了一位 精彩绝艳的光明大神官 早年间入只手冠 看过三卷天书 被认为是下一任 只手冠冠主的人选 后因修顶和批注叫点 导致神殿内部混乱 最后 那位光明大神官一怒之下 飘然离开套山 远赴南海传道 并发下大怨 除非浩天降下神迹 或是盗门认错 否则终生不踏陆地一步 这便是南海大神官的由来 陈皮皮的母亲 也就是冠主的妻子 和赵南海等人 都是南海大神官的后人